穿透性 声波的时候有的这种震动的特性以外 由于它的频率高 波长短 所以它有一个很强的特点就是它的方向信号 它可以向某一个方向来发射 一般的声波这边就比较差 你在讲话的时候四周都能听到 但是超声波可以像锁电筒那样的往一个方向来发展 而且它也有穿透性 也有这样的一些控制的性质 有了它 人们不仅能产生不同的频率和强度的超声 同时也能够将人耳无法听到的超声 变成能够通过电子视波仪显示的视波信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潜品的巨大破坏力加快了人们水下探测的研究步伐 科学家发现 即使是功率最大的电子波也很难穿通几百米深的海水 相比之下声音在水中的衰减却非常小 只是电子波的一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对超声来说海水就像是透明的 于是能够探测水下障碍物的声纳诞生了 在有声纳诞之前的话呢 人对于水下的这个探索主要是靠光学 我们在下面看到什么 还有呢就是能摸到什么 在往还看不到光是只能靠摸了 那么声波呢实际上就相当于在水下的光一样 把这个原来黑暗一片的这个海底的这个水下的这个世界 就变成就是我们可见的一个世界 使得原来躲在水底下无法探测到的潜艇 可以被探测到 使得盟军在这方面战朗那的优势 声纳技术的出现造就了二战期间盟军累计基成 隔日六十余艘船的辉煌战情 可以说一次海难和一次大战促使了超声 走出了实验室完成了从理论探索 到实际应用的历史性跨越 2012年6月27日 在7000米级海市的第五次下潜中 蛟龙号再次刷新同类型潜水器下潜深度记录 最大下潜深度7062米 这意味着蛟龙号将可以在世界海洋面积 99.8%的海域使用 在这艘我国最先进的深潜潜水器上 基于超声波原理的水声系统 已经不仅仅是探测物体和障碍那么简单了 蛟龙号上这个水平通信系统 它呢实现了这种高速的数据传输的功能 可以传输数据 可以传输文字 还可以传输一些命令 那么更重要呢 我们还可以传图像 把水下拍的照片再传上来 实时的可以看到水下这个什么状态 那么另外一套装备呢 就是车身之掃声 它的作用的话呢 是最主要的作用是探测海底的三维的地形图 相比于我们从水面 有多窝素扫射的话呢 它的那个精度要高很多 分别的应该在米以下的这个量子 就是说这个小的那个沟啊 小的砍啊 我们都小的这个石头都可以看到 可以画出一个比较精细的三维地形图 那么这样呢 对于将来 我们在水下作业呢 是有很大好处的 从蝙蝠身上发现的物理现象 如今已经能够帮助人们 从大洋深处传回声音和画面 让潜水器在七天多米深的黑暗环境中 行动自如 作为超声波最早的应用 水声升学的研究正在高速的发展 成为海洋开发与利用的利器 其实呢 在很多时候啊 我们的耳朵也许真的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灵敏 我们的眼睛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敏锐 但是呢 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切的真相之后 我们就会从中找出对我们有用的一些技术 就像整个节目当中为您所介绍的那样 谁会想到一只小小的蝙蝠 它如何捕食昆虫 居然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再有我们其他的一些领域当中 同样存在着很多的例子 这只能告诉我们世界太大了 我们了解的真是太少了 在这个世界当中啊 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等待着我们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 即将孤出的是 命运 发明梦工厂副赛 亲情上演 缓降器 安全破窗剂 天心伞 便携式采茶机 终极验证各个精彩 二十位投资人 更是带来亿元的投资 走进我们的梦想舞台 四位发明人 谁会获得巨额投资 周四十八点四十五分 敬请关注 发明 梦工厂 深山密林里 千年洞窟中 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千年黄金洞中 竟然曾产出十亿元的财富 而在神秘的花山石窟中 却暗藏着一个尘封已久的浩瀚工程 是谁造就了他们的传奇 今晚八点三十分 敬请关注 走进科学特别节目 奥秘之千年洞窟的猜想 2013中国汉字天写大会 赛事即将升级 八支一胜队强强对决 两个决赛席位 只为最强的预留 更高深的自词难度 更以外的起传表现 中国汉字天写大会 八强对决 因庆决赛 敬请期待 墨亚洲优学派冠名播出 阿们 predator的苹果 tim洁智商人 好兴好 我 我 乔 一生计 愿好解语 愿万里总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